土耳其庆功胜利,没想到居然诈尘了自己军舰,好大个乌龙。 在中东国家之中,有一个国家是比较有野心的,那就是地中海北岸的土耳其,说到这个国家很多国人都没有好印象,不仅因为土耳其和中国之间有过不愉快,也是因为土耳其基本就是一个反复的国家。 当初中国的瓦格2号经过地中海的时候,土耳其在美国的唆使下居然要求中国交付10亿的过路费,要不是希腊担保,中国的瓦格2号还待在地中海很长时间呢? 土耳其和周边的国家关系就很不好,之前土耳其发动了一次空袭,联合海军就要向希腊海军包围,趁机攻击希腊的军舰。 而土耳其的空军和海军也没有实行联合作战,但是指令下来之后,土耳其的海军到得就很快,在海面上并没有发现希腊的军舰,随后空军来了之后发现下面有三艘军舰, 这下就激动了,土耳其的空军直接攻击了自家的军舰,其中三艘军舰受到重创,几乎被炸,而空军也损失了两架战机,这种乌龙事件还真的是很土耳其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